歡迎大家收看喬妮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妮日誌 今天要帶大家來新加坡的河川生態園 他改名字了 叫做Riverronders 我現在買了一瓶可樂 等一下路上喝 然後這就帶大家去搭車 搭車的話 搭大人的話是一塊錢 然後你可以B-Eazy Link 或者是刷路和Cready OK好那就帶大家走吧 Let's go OK我今天拿到免費的票 然後是要來記錄就是 River Safari 改名字到變成 Riverronders 然後今天主要目的 我是想要來看貓熊 這貓熊在新加坡動物園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你在另外一邊 就是路的那個地方 是開不到的 那貓熊現在有六個月大了 聽說有三十多公斤 貓熊長很快 所以我們就 帶大家走吧去看貓熊囉 然後 OK往貓熊館的路上 其實你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魚 還有河川相關的一些生物 還有河川相關的一些生物 甚至鳥類啊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然後這邊 今天我覺得 人滿少的 可能大家放假或者是 疫情沒有來這邊看吧 不過我覺得這樣子來這邊逛逛 能散個新也是一不錯的選擇 好可愛喔 Oh my god 這一隻鱷魚好大一隻 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鱷魚會倒車耶 它會爆鬼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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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在這邊看到一隻鱷魚 其實不只一隻啊 鱷魚它是 恐龍時代的動物耶 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前面還有一隻 它整個翻車了 它在肚子朝上耶 那它會自己翻過來嗎 還是它死掉了呢 不知道 我覺得很有趣 很酷喔 好酷喔 好酷喔 喔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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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欸 喔 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这边过去这一区就整个都是 中国大陆他们这边的河流生态的相关的动物都会在这边看得到 然后我们现在要排队进猫熊馆 猫熊馆是所有河川生态园里面唯一一个地方有冷气可以吹的 然后外面它这边整个生态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很漂亮啊 然后有这种河川还有一些绿色植物可以看 所以平常如果看书啊工作啊很累的话可以来这边看看 然后让眼睛休息一下觉得生命更蛮好的地方 OK 我们现在要进到猫熊馆了 这个墙上有介绍一些小猫熊那个影片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就是把脸下来 它这个现在大小还蛮重的 听说有30个尖 哇 它小手掌很可爱 然后进了这个门之后呢 每次不能吃东西喝饮料喝水的都不行 对 然后进去里面是整个冷气房的状态 那除了猫熊的话还有这一只 红红通通的可爱生物 它在睡觉耶 好可爱 OK 新加坡的猫熊馆总共有三只猫熊 分别是凯凯 佳佳 然后小朋友叫乐乐 凯凯是爸爸 然后佳佳是妈妈 乐乐是一个口字旁在一个力量的里 叫乐乐 然后现在前面这只在吃竹子 这一只是凯凯 它是爸爸 嗯 爸爸的体型蛮大的 然后她吃很多东西 嗯 她跟妈妈不一样 妈妈比较喜欢吃红萝卜 对 那爸爸就喜欢吃竹子 还有一些其他水果 我觉得还蛮不错很可爱的 这样近拍啊 感觉很悠哉耶 而且她很不怕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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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猫熊妈妈家家我们没办法看到 只能看到乐乐 乐乐躺在橱窗里面睡觉 然后逛完猫熊馆外面就是猫熊馆的纪念品 都是她的周边 我觉得还蛮抢手的耶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买玩具啊 甚至买个帽子衣服这样 然后我看到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是包子 我今天买了两个口味 都是东西包子 是猫熊 1巧克力 1 Ribbing 1巧克力口味 各每个 然后这个是他们外面 猫熊的 可以给大家拍照的地方 好现在开箱 这个是猫熊包子 它是豆沙包 都是甜的 想吃咸的也没办法 这边小朋友很多 这边是巧克力馅 给大家看一下 哇流口水了 它的巧克力还蛮浓郁的 这个是红豆 红豆馅 红豆它本身没有颗粒 是整个都是红豆沙 然后也蛮扎实甜甜的 蛮好吃的 外面你看这景色很悠哉很悠哉 接下来要去坐船 坐船的话要另外付5块钱新币 对 然后如果要坐船的话 可以往这个地方走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在旁边看一下 水七十五 还要水踏 水踏 它的眼睛可以全部张开 然后它的眼睛好像有一层膜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小朋友把它拿那个鞋子晃它 我这是一只超大的蛮 很大一只 然后这里是一个巨型的水竹缸 里面有很多食物 还有海象哦 待会可以带大家去看海象 这个就是海象 海象它们现在是放饭时间 它们吃着有点像芦苇草的东西 然后这一只听说它已经一睡多了 这一只小海象 然后面是大只的 已经成人海象 它可以在水竹缸里面游来游去 然后前面这一只也是小海象 很小很小一只 它还可以再长长 可以长长到一米两米三米都可以 然后现在是三只大只的海象游过去 它们游的动作满满的耶 最后再带大家逛一下这边的纪念品店 不过我是没有想要买啦 只是来这边逛逛看看而已 OK我们乔林日式今天到这边 然后等一下去一下夜间动物园前面看一下 它现在挺远了 然后看一下怎么说开放 好这是夜间动物园前面 它今天没有开放 好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拍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